汉埃里流星竟想让位给董贤 看来还是我让他们吃的太饱 什么叫色字头上一把刀 我看他真是被男人迷了心窍 可不是吗 断袖之屁这个成语就是他贡献的 还不是家族遗传 不过倒也很符合迎汉而上这个群名 好的不遗传 进遗传些上位的臭毛病 不如我把流星拉进来 你们稀罕得了 说到善位你紧张什么呀 我紧张了吗 我没有啊 家人们好我是汉埃帝流星 你进来晚了 早点进来你那冻贤小宝贝 还能赶上千古以后的评选 这么说汉高祖的吉儒 汉惠帝的红儒 汉文帝的邓通 汉武帝的韩燕 李延年 汉宣帝的张鹏祖都参选了 他们参选什么 他们只是我们作为帝王培养的 心腹和天心而已 原来如此 汉高后将群名修改成满身大汉 这个好像更适合你们的取向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取向 那就是心之所向 我听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了 答应我要保持这份震撼 汉高祖又将群名修改成上市强汉 尤其你和我一样都是在位七年 但我建立了国家级图书馆 天路阁和石曲阁 你倒是也给这盛世 天点砖加点瓦呀 这两座阁楼可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 要是没有他们 中华文明的传承可能要降一个level 我也建立了五经博士这个机构 让博士们掌管图书以备顾问 我也想建功立业 奈何我在位期间天灾贫贫 民不聊生 就连汉武帝的灵气都被烧了 What 汉武帝的茂灵除了被烧 还被盗过五次呢 谁盗的 董卓就派遣吕布盗过茂灵 还有谁 还有一些小毛贼和赤梅君 当然肯定少不了那位摸金大盗皇朝 他虽迟必盗 好了 换个话题吧 看把我曾爷爷气的都急需输液了 这场景如你所愿 话说回了 刘欣起床为了不打扰熟睡的董卿 就割断了被压着的袖子 倒也挺深情暖的 说到深情 我又怎么比得了曾爷爷您和曾奶奶 许平君的顾见情深呢 没错 并已当上皇帝之后 就下了一道历史上最浪漫的诏书 要找他落难民间的 糟糠之妻 许平君 这点值得点赞 贫贱不相离 富贵亦相知 比很多渣男强多了 在古代 男人有个三妻四妾的 很正常啊 何况是帝王 我看你是喜欢耍流氓 我怎么耍流氓了 结婚前的你 上街喝醉了 就整着人家老板娘睡觉 那叫梦醒平天下 罪卧美人兮 男人的浪漫 你不懂 那结婚后的你三妻四妾也就罢了 还想费掌利诱 导致后人只能记住后宫的我心狠手辣 却记不住朝堂上的我治国有为 高祖爷爷的妻夫人 曾爷爷的勾义夫人 都是在朝堂斗争中被牺牲的 那你的许平君又何尝不是呢 刘寻也模仿我为了江山设计 刺死了他的皇后许平君 你想多了 独死平君的是你的大将军霍光他老婆 是为何呢 还不是想把他们的女儿霍晨君嫁给病姨当皇后 这个我熟啊 曹操老贼害了我的扶皇后董美人 然后把他女儿嫁给了我 果然自古以来 全城都是一个汤 是啊 我废于霍光 你利于霍光 再加上我亲叔叔刘福林 又伪振于霍光 可真是祸害三人组啊 汉昭帝刘福林 通过汉轩帝分享的二维码加入群聊 七世同堂成就达成 大家好 刚给我妈扫完木 来晚了 福林啊 听说你和上古的姚弟一样 都是怀胎十四个月才生的 咋了 你又想说你是赤龙所生这事了 多嘴 福林 你搞的那个招宣忠心挺好的 没给你爹我丢脸 爸爸 因为海内需好 民生凋敝 我只好采取青瑶伯父 多次减免租赋 招抚流民的方式 大汉才慢慢恢复点气色 本来叔叔是有望成为一个忠心之主的 可惜突发暴毙 一年早吃 那笑得最开心的是不是你 在我灵旧前击鼓唱歌 吹奏乐器 载歌载舞的 是不是你 基于我上官皇后美貌的 又是不是你 我尸骨未寒 你就想叫我的妃子士秦 你简直荒唐至极 霍光不是很能干嘛 就这么轻松地放过你了 已经废了我了 他还想怎样 咱们大汉已如学治天下 崇尚孝道 你这样的就该处理掉 天子有证 成妻人 虽无道不失天下 虽然我大不孝 但霍光他们为什么不死贱呢 因为他们想看着你犯错 好给你安排罪名 霍光的坏心思全被病已看透了 子曾经约过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我躲着还不行吗 能用论语当作有名 汉飞帝是个明白人 那是 我在位的时候霍光还可以啊 没想到我这一走 就把你们三个折腾成这样 幸好我交的那些男性朋友 没有像他这种品质的人 虽然曾爷爷年轻的时候 没有跟霍光发生过什么 但是吧 但是什么 但是他死后和你葬在了一起 你俩疲邻而居 一起千秋万代了 by bwd6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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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